俄罗斯塔斯社12月5日报道,俄罗斯工业与贸易不通告,俄罗斯手架使用产品30发动机的苏-57原型机进行了首飞。 这种发动机是俄罗斯为第五代战斗机研制的新型发动机,据称其性能在现有AL-11F基础上有较大幅度的提高。 报道称,感激的是飞燕镇工作将在2019年完成,届时将开始交付部队。 这对齐来说是个不小的好消息,与此同时作为苏-57的合作方,印度更是刑犯不已。 毕竟印度望远日川的战机终于有希望不易了,但怎么看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都不算是个喜讯。 不过有专家表示,尽管俄罗斯在接受飞,而且大概是飞了15分钟左右。 到底是飞的结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,但中国大可放心,并不会只对我们产生什么威胁。 专家这么说真的站得住脚吗? 我们先不下结论,先简单的分析一下。 首先做到57,其实就是之前T50,只不过改了个名字罢了。 作为俄身的一款母带机,俄计划让其极隐身性,超激动,超音速于一身,并拥有除色的空中格斗与一定的对击攻击能力。 就想法来看是非常的完美,只不过是行起来有些坎坷,该机从2000年开始便开始了设计工作,不过直到2010年首架原型机才录出真熟。 此后经过近700次的测试才基本上完成了定型工作,而成品也确实令额方和满意。 据称产品30发动机推力,即会达到18吨左右,这样的话将会和原来的美国的F135发动机差不多,正好超越了F22的F119发动机。 一旦装备苏的57的话,这款战机的机动性还真有可能超越F22,比进产品30发动机加上三维持量推动,苏57的机动性绝对是一流水准。 而对于F119来说,也完全有可能催促增推版发动机,毕竟这么多年了,也该换换了,那样的话势必要拉开发动机的差距。 对于我们的歼20来说,没有涡扇15发动机的歼20,称不上真正的五代战机。 涡扇到15发动机至少还要几年的时间,很多人都说会在2022年左右真正装备歼20。 这还是比较很客观的,很多人会说,之前涡扇15不是盛传已经试验了吗? 只能说还在研发阶段,想要真正投入使用还需要时间。 涡扇到15发动机的推力可达到18吨左右,虽然可以超越F119,但是需要时间。 现在时间很关键,别人不可能原地还不等你,不过中国的军工还是很出色的,毕竟咱们的起步时间不同,能做到现在这样真的很不错。 不过我们还需加油,努力,为了国家的强大,咱们还需再接待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GNU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!